第四十集 林武军说 有道理 那么请问圣明君主的君治又该怎样 寻狂说 将领见其击鼓号令三军 致死也不弃鼓奔逃 御守驾马车 致死也不放松缰绳 百官恪守职责 致死也不离开岗位 大副尽心效力 死于战阵行列 军队听到鼓声级前进 听到征声级后退 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 建功还在其次 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 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而还要后退一样 罪过是相等的 不残杀老弱 不践踏庄稼 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 不赦免相聚顽抗的人 不俘获跑来归顺的人 该诛杀的 诛杀的不是百姓 而是祸害百姓的人 但百姓中如果有保护敌人的 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了 所以不战而退的人生 相聚顽抗的人死 跑来归顺的人 则被献给统帅 威子启 因多次归劝商周王 后归顺周王 而受封为宋国国君 专门产于周王的曹处龙 被处以军中重刑 归附于周天子的商朝人的待遇 与周朝百姓没有区别 故而近处的人 唱着歌欢乐地送扬周天子 远方的人跌跌撞撞地 前来投奔周天子 此外 无论是多么边远荒僻碧露的国家 周天子也派人去观照 让百姓安居乐业 一致四海之内如同一家 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蜀国 没有不顺从归顺的 这样的君王 即叫做人师 即为人表率的人 诗经说 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 无私不服 就是指的这个 圣明君王的军队 施行惩处 而不挑起战争 固守城池 而不发动进攻 与敌对阵作战 而不先行出击 敌人上上下下 喜悦欢心就庆贺 并且不喜结屠戮敌方的城镇 不偷袭 无防备的敌人 不使将士们 长久的滞留在外 军队出动 作战不超越计划的时间 如此 便是混乱国家的百姓 都喜欢这种施政方式 而不安心于 受自己国军的统治 希望这种军王的军队到来 林武军说 你说的不错 陈霄问寻邝说 您议论用兵之道 总是以仁义为根本 而仁者爱人 义者遵循情理 既然如此 又怎么用兵打仗呢 一切用兵之事 都是为了争夺功伐呀 寻邝说 并非像你理解的这样 所谓仁者爱人 正因为爱人 才贞恶害人的人 义者遵循情理 正因为寻礼 才贞恶反叛作乱的人 所以用兵的目的 在于劲爆除害 而不是为了争夺功伐 燕国燕孝王去世 子姬喜即位 周王朝的百姓向东逃亡 秦国人夺取了周王朝的 宝顶重器 并将西周文宫 激旧迁移到淡湖之巨 楚国考猎王 将鲁国国军迁到举地 夺取了鲁国的封地 53年 丁卫 公元前254年 秦国将领 居率军讨伐魏国 攻占了吴城 韩国国军前来朝见昭湘王 魏国全国听从秦王的号令 54年 勿深 公元前253年 昭湘王在英城南郊 祭祀上帝 楚国迁都至巨阳 55年 即有 公元前252年 魏国魏怀军到魏国都城大梁 朝见魏王 魏国人将他抓住杀了 另立他的弟弟为魏国国军 视为援军 而援军是魏王的女婿 56年 更须 公元前251年 秋季 秦昭湘王去世 子 迎驻即位 视为孝文王 孝文王 尊奉生母唐八子为唐太后 立子迎义人为太子 于是 赵国人便将迎义人的妻子儿女送回秦国 韩国国军 则穿着丧服来到秦国 入并宫 调宴祭奠昭相王 燕国国军集喜 派使臣立父与赵王 递接友好盟月 并以500斤设置酒宴 款待赵王 立父返回燕国后 对燕王说 赵国的壮年男子都死在长平之战中了 他们的孤儿都还没有长大成人 可以去进攻赵国 燕王召见昌国军岳 询问他的意见 岳回答说 赵国的四境都面临着强敌 需要四面抵抗 故国中百姓均已习惯于作战 不能去攻伐 燕王说 我可以用五个人来攻打赵国的一个人 岳答道 那也不行 燕王大怒 群臣都认为可以出兵攻赵 燕王便调动2000辆战车 一路由立父率领进攻城 一路由清秦率领进攻带地 大副江渠说 刚于赵国交换文件 定立友好盟约 并用五百斤制备酒席 请赵王饮酒 而使臣一回来 就发兵进攻人家 这是不吉利的 燕军队肯定无法获取战功 燕王不听江渠的劝阻 而且还亲自率领配合主力作战的部队 随大军出发 江渠一把拉住燕王腰间 接济印钮的丝带 燕王气得向他猛踢一脚 江渠哭泣着说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问大王您呢 燕国的军队抵达宋子 赵王任命连坡为将 率军应激燕军 在城击败利富的部队 在戴战胜清秦粤城的部队 并乘胜追击燕军五百余力 顺势包围了燕国国都继承 燕王只得派人向赵国求和 赵国人说 一定得让江渠前来议和才行 于是燕王便任命江渠为项国 前往赵国议和 赵国的军队方才退走 这一年 赵国的平原军赵胜去世 秦孝文王元年 辛亥公元前两百五十年 冬季十月 几亥出死 孝文王正式登王位 但孝文王在位 仅三天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 赢一人即位 是为秦庄湘王 庄湘王尊奉 嫡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 尊奉生母夏姬为夏太后 燕国的一位将领 率军攻克了齐国的辽成 但是有人却在燕王面前 说这个将领的坏话 这位将领因此而拒守辽成 不敢返回燕国 齐国相国田丹 率军反攻辽成 为时一年多 仍然攻克不下 齐人鲁仲莲便写了一封信 捆在舰上 射入城中给那位燕将 向他陈述厉害关系说 替您打算 您不是回燕国 就是归附齐国 而现在您独守孤城 齐国的军队一天天增多 而燕国的援兵却迟迟不到 您将怎么办呢 燕将渐兴后 低声哭泣了好几天 但仍然犹豫不决 他想还归燕国 可是已与燕国有了嫌隙 想投降齐国 又因杀戮 俘获的齐国人太多 而害怕降齐后 会遭受屈辱 于是长声叹息着说 与其让人来杀我 宁可我自杀 便自吻身亡 辽成城内大乱 田丹趁机攻下了辽成 田丹凯旋后 向齐王述说鲁仲连的功绩 并要授给他爵位 鲁仲连为此逃到海边 说 我与其因获得富贵 而屈从于他人 宁可忍受贫贱 而能放荡不羁 随心所欲